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妍和爸爸一起接女儿放学 画面看起来十分温馨 但是由此引发的笑点着实是让人始料未及 笑点一 罗静秃了 由于拍摄角度比较刁钻 画质看上去也不是很清晰 再加上爆料博主措辞不够严谨 在这一则娱乐新闻被爆出后 有人敲起了手中的键盘 一个劲儿的发问 罗静的发际线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 看到这里 罗静的风评一下子就倒向了挥鞋的路上 罗静与唐嫣结婚不过三年 1981年出生的罗静虽然已经年过四十 但是从其近照来看 不仅精神抖擞 一头黑发也是乌黑发量 发量虽然还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 但是也不至于发际线下一道和他丈人一样的程度 相比较之下 唐嫣爸爸的发际线确实挺高的 但是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已经算是比较年轻的了 由此也不难看出 拍摄者当时是有多谨慎 断句理解能力有多重要 笑点二 早叫也内卷 看到唐嫣和爸爸一起接女儿放学的消息 很多人都很疑问 罗静和唐嫣两人结婚三年不到 女儿今年也不过才一岁多 怎么就开始上学了呢 其实 唐嫣女儿上的是早教课 但是对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 对早教课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从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不难发现 网友们都纷纷开始内卷 有的孩子八个月就被送去上早教课 甚至还有三个月就要去上早教课的 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但是这未免也太早了些吧 或许是唯叔 孤陋 寡闻了 早教课其实不能和幼儿园话等号 很多孩子大多都是提前去体验生活的 学习比例并不是很大 笑点三 这是唐嫣的小孩 唐嫣和罗静结婚时 可以说是惊动了半个娱乐圈 不少观众也透过屏幕送上了对两人的祝福 并称赞两人是天作之和 十分般配 当唐嫣在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淡下了两人爱情的结晶时 也是登上了热议的话题 并迎来了圈内圈外的不少祝福 除非是不经常上网的人 才会遗漏这些看点 而此刻评论区有网友提出疑问 唐嫣有小孩了 原本以为这只是个别现象 没想到仔细一瞧 还真有不少人还不知道 唐嫣已经有女儿的消息 楼下姐妹也送上由衷的建议 建议她下回把家建在信号塔下面 还有热心肠的姐妹忍痛割爱 准备将自己的5G分给她一个 虽然这些评论和画面有些搞笑 但是也能够从侧面看出 唐嫣生女后的状态是真的令人羡慕 很多人都看不出她生过孩子 身材状态保持得也很棒 当然了也希望媒体和部分不理智的粉丝 能给唐嫣一家更多的私人空间 让孩子能够享受当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9月25号 唐嫣高调出席了自己代言珠宝品牌的线下活动 当天她的造型也是极奢华与优雅于一体 就像是迪士尼出逃的公主 不管是身材还是天的状态都非常让人惊艳 就算只是生徒都掩盖不了她的美貌 面带笑容的样子 简直是将幸福写在了脸上啊 38岁唐嫣状态太好了 穿衣字兼纱裙 头戴文冠 变身迪士尼公主 超美 唐嫣太适合甜美公主风造型 衣字兼碎钻纱裙 加奢华项链 加文冠 关键词 优雅 仙气 甜美 奢华 我们所说的公主风造型最大的特点有两个 一个需要突出贵气感 表现出满满的奢华风采 才能够凸显公主的气场 第二个就是贤气感 这样能够打造出更为甜美的减灵效果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 唐嫣这套造型的奢华感体现 裙子上半部分布满碎钻 闪耀十足 要想打造出奢华感 那么要在材质上就需要加入一些特别闪耀的元素 唐嫣这一件一字抹胸裙 就在上半部分加入了蕾丝刺绣 以及小碎钻来进行点缀 这样一方面可以大大丰富造型元素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刺绣 跟碎钻的图案装饰 让裙子更加有立体效果 以此达到吸睛的目的 奢华项链加精致王冠 古典奢华尽显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碎钻元素之外 这套造型中之所以能够让唐嫣看上去贵气感十足 最重要的还是所选择的饰品 由于裙子选择的是路肩设计 所以对整个肩颈线条有了最直观的展现 但同时也会显得比较空旷 在这样的情况下 加入珠宝来进行点缀 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唐嫣选择的这一款项链 因为不管是从面积上 还是从设计风格上都相当的强艳 让天鹅井更加的吸睛强艳 除此之外 还能跟裙子的碎钻元素相呼应 让造型风格保持高度一致 王冠的加入更是堪称点睛之笔 经典的三角形设计 古典韵味十足 并且能够在视觉上有效的增高颅顶面积 轻松打造出小V脸 而且为了能够更好地体现出优雅的感觉 唐嫣还特地将头发盘成了高高的蓬松丸子头 并且用渐变粉色发带来进行固定 少女心展露无遗 斜分的刘海更是将她偏宽偏高的额头 进行了修饰遮掩 这样一来 立刻让唐嫣变得更有公主犯 而且甜美效果也非常出众 完全看不出是38岁的人 说完了奢华感 我们再来看看这套造型中 仙气风的关键之处 大面积薄纱拼接 打造飘逸 轻盈质感 上面我们说过唐嫣的这一条裙子 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待 上半部分体现的是奢华 再半部分则展现了浓浓的仙气飘逸 大面积的薄纱进行了堆积拼接 还略大几分蓬松质感 与高收腰结合在一起后 产生的对比效果能够让小蛮腰展现得更加清晰 将唐嫣高挑的模特身材大方展现给观众 肩带处的薄纱披肩更是不容忽视 轻薄的质感 隐隐透出白皙的肌肤 走动起来更是带有超强的飘逸效果 分分钟就变身为小仙女 裙子采用藕粉色 甜美与优雅并存 除了薄纱之外 裙子的色彩也非常能够体现仙气效果 虽然采用的是粉色系 但却是饱和度最低的藕粉色 这样的效果搭配起来 能够营造出满满的甜美风 同时又不会因为粉色带来半嫩的嫌疑 优雅又大气 众所周知 娱乐圈的竞争非常激烈 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快得惊人 因此明星们都非常的注重 自身的形象和举止 稍有不慎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星途 而走红毯便是明星们争其斗艳的地方 无论是男星还是女星 都会打扮得十分隆重 就是为了能够博得更多的眼球和流量 可能很多人会说 不就两个腰围 这有什么刁钻的 如果换做平常的私服 还说得过去 但是一般女明星参加红毯走秀 都会穿礼服裙 因此就会没那么方便些 而当天的唐嫣穿着的是 衣字间的红丝礼服裙 所以比较不适合在现场测量腰围 尤其是在如此多的媒体面前 就显得更加的不好意思 更何况女生的三围 一直都是比较私密的 大部分人都不愿透露 于是唐嫣为了避免尴尬 就直接向主持人 坦白了自己的腰围 其意思就是想让对方跳过这个环节 但是主办方却不同意 所以唐嫣就不得不照做 因此现场的女主持人 就乖乖地给唐嫣量腰围 而就在量的过程中 男主持人为了能够看清腰围上的数字 便靠近观察 对方这一举动 可以说是吓到了唐嫣 随后唐嫣下意识的一个举动 尽显高情商 她直接用手将自己的礼服 很自然地捂住 这样就能避免自己走光 同时又不会让男主持人很没面子 简直是一举两得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感叹 果然是罗靖的女人 随机应变的能力真的很强 简直是把高情商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得不说 唐嫣的举动圈粉无数 还赢得了口碑 由此可见 唐嫣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不仅仅是靠着自身的演技跟形象 更离不开高情商的辅助 从而才能让爱情 事业双丰收